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讲述 中文字幕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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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咱这等还到蛋逾呢。 rif議,按 Correct,对 len逼 cuqqqq 啊哦哦哦哦,日如如如意误。 C Catherine I Berth Way C Catherine I Berth Way C Catherine I Berth Way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事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是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啊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宁 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迁锁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那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生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不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 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 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相遍三千劫 妙香头佛碧 犹如春莲金 发光诸佛身 意思就是说 我们平时在一幻供养的时候 我们要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按照《据说论》里面所讲的 三千大千世界 全部遍满妙香 香气 然后这样的香气 全部供养十方如来的 犹如春莲金般的神香 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的神香 是春莲金一般的 黄色的香 那么像这样的 无数的如来 它这里只表的是 一种神色的香 实际上我们世间当中 无数的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以妙香来 进行供养 当然我们大家都清楚 在这里主要讲的是意幻供养 意幻供养与意愿供养 有一定的差别 比如说我们意愿供养 心里圆一个东西 然后供养给它 比如说我看见 有一个非常好的物品 或者一些美丽的喧哗等等 全部供养给什么样 我就先心圆着它 然后再进行供养 它这里的意幻 在整个世界当中 无数无边的 广大无垠的 这样的东西 在心里面可以观想出来 就幻化出来 幻化出来而供养 也有如是的功德 大家应该清楚 我们大乘佛教当中 万法为心造 如果万法为心造 我们外境当中 真实存在的东西 实际上是心的一种显现 然后我们心里面真的能变化出 一个非常殊胜的供品 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供品 所以如果我们修行人 自己有这个能力 那么对诸佛菩萨 没有什么差别 五个妙相供养 《俱舍论》当中这样说的 我们观想的时候 整个现在无边无际的 宇宙世界当中 观想就是弥漫响气 芬芳的响气 已经铺面整个世界 那么这样的响气 全部供养 自己所信仰的 十方诸佛菩萨面前 这样有非常大的功德 在这样的所有 三千世界当无量刹土中 恒时飘沙着真正的方向 遍及各处 以如此殊胜的妙相 屠佛宛如 纯净般一亿发光的佛生 像纯净一般的 中文字幕发作者 纯净 你最后收 olive oil 给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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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佛像 佛塔 或者是金刚上师 或者是一些殊胜的佛经等等 在三宝所依面前 这么样殊胜的面前 那么应该供养莲花 具有妙香的莲花 还有曼塔罗花和清莲花 以及殊胜的花 六个美花的供养 在堪为殊胜佛天的一切佛像等 供上令人感到切意 相儿情人非佛的曼塔罗花 然后莲花 以及清莲花 所有的这些天花 一般来讲 身间也是有莲花 清莲花是我们人间也有 那么曼塔罗花 一般来讲 天人的天花 还有这些玲花 以及珍宝等 清新传承 五眼六色 月一的花满 宝满等等 这些我们要供养 给诸佛菩萨面前 《华华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若人散乱心 乃至一一花 供养余花香 渐渐无数佛 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以散乱心 甚至一朵花 供养余佛的花香面前 那么这个人 已经积累了无边的资粮 逐渐逐渐能照见如来的身相 如如来的身相 所以我想我们有些人 供养的花朵 并不是散乱心供养的 应该以清净心供养的 它所谓的散乱心 好像你无意当中 或者是你心处于一种 其他的烦恼心的状态下去供养 供养花朵也有如是它的功德 这是刚才讲的 《法华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还有《百年华经》当中 就是《百年华》 《法华经》和《百年华》一般是不相同的 那么《百年华》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于佛陀面前 或者是观想如来 就是向空中杀一束花 那么佛陀说 他的功德以佛的智慧来 也无法衡量 也无法宣说 如果这样供养 当然我们又得到许许多多的功德 同时也应该发愿 发愿很重要的 好 谢谢你 也很谢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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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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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前最深相 相依皆相云 浮现诸生修 种种妙饮食 他这里在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也应该供养 供养是什么呢 最殊胜的相云 那么这些相云弥漫成 最后结成相云 然后还有供养生修 以及种种的饮食 那么诸诗当中这样说的 第七个就是相云供 殊胜合意的妙香 洋衣各方 结成相云 他结成相云的话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香炉里面 就是烧很多香 最后就变成相云 而且相云当中在以前的 一些高僧大德的传记和教言里面 有些变成八吉祥 有些变成七轮王 有些变成武功 等各种各样的形象 那么这些形象 全部弥漫整个虚空界 然后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这叫做所谓的相云供养 线绕遍布空中 这些又都供养诸佛菩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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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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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个供养 叫做生修供养 那么神修供养 由金香白糖 核桃枝等 花样繁朵 味道显美的神修 所谓的神修 以前华智仁波切也是这样讲过 一般三百三天 所组成的狮子 大家都知道 你们也可能看过 比如说像格鲁派 愿于十五号的时候 专门有一个狮子法会 就是狮子法会 那这个狮子法会当中 有非常好的一些 精美的树有花 树有花 做成的各种供品 那么这样的供品 实际上也供养诸佛菩萨 实际上他这里所谓的神修 就是我们诸佛菩萨 包括空性护化身 他们所使用的食物 只不过我们做的时候 有一种象征性的 它专门有一种形状 这是我们在学院当中 也是经常供狮子供养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的 那么在别的地方 也可以有这样的 这是一种象征性而已 实际上如果你狮子 做的时候有点困难 这个做不来 有这种情况 平时我们现在 有各种各样的饮料 或者说一些糖果 饼干等等 这些也是代表狮子 我们供货化的时候 按要求来讲 应该是供身修 供食日 但是我们做不来 具体的有些情况所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平时的一些各种 自己觉得是很好的一些 核桃枝或者是红柳等等 各种饮料可以这样供养 或者你所谓的食品当中 也可以有一些供品 这也是作为身修 所以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 一般来讲 你要发什么样的愿 那么你一定要做好一些供品 在这个时候 首先你应该做一个象征性的供养 点一根香 或者一朵香花供养 供养完了以后 自己心里默默地发愿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发愿的人 发愿的过程当中 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没有的话 我觉得凡夫人 也是恐怕有点困难的 但是最好是 两个字不要忘 两个字是什么呢 就是众生 我为了众生 包括自己在这个当中 你有什么样的愿望 也可以这样的 我在发愿的过程当中 我为了利益众生 我变成什么什么 所以众生两个字 我们作为发了 无上菩提心的人来讲是非常关键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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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是灯弓 下面整个地面上 富有分享的 还有撒满鲜花的这种地盘也好 或者是供典 这些就是供养之方 诸佛菩萨的意思 那么第九个也就是叫做灯弓 这些也供养诸佛菩萨 平时自己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自己做一些灯 裙子供养 如果自己各方面的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 你就心里面应该这样想 啊 世间当中 就是广大无边的灯器里面有灯性和油 然后点燃以后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当然这样也可以 或者是你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油灯 你也可以观想 一般以前供养有些功德文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整个外面的灯器 像外面的七世界这样来观想 然后里面的灯性 观想寻觅山 里面的一有七大海洋 或者是四大海洋 像这样的这种 我们按照俱舍轮的话 中间有七个金海 这个海洋 或者说我们现在的说法 讲四大海洋 整个世界全部一灯光 你一照亮的时候 全部变成光明 那么整个世界供养诸佛菩萨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 一个油灯 但实际上 这个功德也是相当大的 因此我们平时 在僧众里面也好 佛像面前 供养很重要 功德很重要 这个就是地面的供养 像随屠佛的地面上 遍满明人 伤心欲目的花朵 依次作供养 那么这个平时我们 比如说高僧大德讲经说法的时候 就是整个地盘 或者讲堂里面撒满鲜花 然后供养也可以 或者我们佛典烧得干干净净的话 实际上对佛陀的一种恭敬 也是对佛陀的一种供养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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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无量点当中 都选取各种珍宝 谣言堕墨 然后这些装饰品 掩饰了整个虚空气 掩饰整个虚空气 无量无边的 全部供养给诸佛菩萨 意思就是说 我们平时都一些无量点 所谓的无量点 以前古代都是它的眼饰 行众 行事 以及整个装饰都是 我们一般的人无法想象的 无法思维的 这样的供典 才叫做无量供典 那么这里我们也平时 尤其是在大城市当中 经常也可以看得到一些无量供典 或者是一些心机的宾馆 以及外面所看见的一些高楼大厦 那么这些全部都 在心里面也可以观想 或者亲自看见以后 你就可以说 那么好的房子 那么好的供典 供养诸佛菩萨 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 这样一说的话 心里面也可以这样想 而且确实也有很大的功德 第十一个供养 就是供典的供养 具有庄严等功德的无量供典 穿上着天子天女 所隐藏的鱼耳洞听的战阁 各种珍珠宝珠船 玄缀的食品浆 宝床等 掩饰的光规流离 光芒万丈 遍布整个虚空界 成为虚空庄严的这些食品 也贡献给具有大慈大悲的这些 诸位菩萨 佛陀 包括如海 空性 护法宗 以及对自己有法恩的 所有的十方金刚上师 大恩上师面前 应该这样去供养 敞口中的一位 遍布整个虚空间 提案中的一位 遍布整个虚空间 在这些地方 遍布整个虚空间 在这些地方 充布整个虚空间 也没有关系 倒数的颗养 与养子上万丈地这样 有两位 使用内容 与养子上千万丈 与养子上万丈 这些地方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庄严 夜赞显诸佛 他这里意思就是说 精兵称职的各种珍宝的宝山 善盖 这种善盖的整个周边点缀着非常美好的装饰品 而且他的外星特别的庄严 整个外星特别的庄严 那么这样的宝山 也是供养诸佛菩萨 我们平时大家也知道 所谓的宝山是处于八吉祥之一 那么它象征整个一切吉祥 瑞祥的一种供养 当年释迦牟尼佛 《转法论》的时候有两种说法 有些说释迦牟尼佛 当年到三十三天为母亲说法 回来的时候 到萨登城市的时候 当时右边是梵田为主的五百个眷属 拿着珍宝的宝山 然后左边帝氏为主的五百个眷属 拿着黄金的宝山 然后向释迦牟尼佛乘起宝山 来到世界宣传法论 以这个缘起 从此以后后来凡是高僧大德 就是迎请到一个寺院 迎请到一个道场里面的时候 后面有一群人拿着宝山 拿着山盖的缘起 也是自从那个时候 开始有这种说法 应该是这样的 不管是藏传佛教 还是汉传佛教 凡是以为高僧大德 要真的搞一些仪式 那个时候我想是 大家都拿着宝山 拿着宝山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一方面的宝山 有有一种象征 带着宝山 实际上是胜过一切违缘 因为白色的这种 尤其是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 如果是白色的宝山 实际上是胜过一切 在一切当中获得胜利的一种象征 所以我们八吉祥当中的宝山 对上师也好 对诸佛菩萨面前这样供养 也是有很大的功德 所以后来佛教的 不管是哪一个高僧大德 传法的过程当中 都称起宝山的象征应该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宝山的周围 也有各种音乐 半音乐 有些也有装饰品的 这是可能各个地方都不相同的 不仅是高僧大德们 一直很多佛像的上面 也是有一些宝盖 所谓的宝盖也可以说 实际上宝盖也是一种宝山吧 宝山供养 当然这里也是一种象征性的 这是说宝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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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